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路公司 此时 有一万多中国劳工 在紧张地工作着 他们占到了 西段工程劳工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 这些华工 大都是铁路公司 特地从中国招募来的 这一年的九月 第一场雪 便飘落在内华达山脉上 华工们 大都来自广东南部的江门地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下雪 在他们看来 洁白的雪是如此可爱 可是 仅仅一两天之后 华工们就意识到 白雪是他们的敌人 不少人患上了急性肺炎 超负荷的劳动量 常常会使他们 突然晕倒在工地上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根本就没有被老公配备 随对医生 而药品 因大雪封山 而长时间 无法送到 华工们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生病的工友死去 其要方面的条件 对我们叫老广来说 简直是很严谨的考验 这个地方一年到头 不下雪 没见过雪 你到了美国那个地方 马上 他们1865年去到之后 1865年的冬天 到1866年 1866年到1867年 这两年 都是美国历史记载上面的 这个暴风雪 最厉害的这两年 那简直对我们这些老广的 华工来说 简直这是一种大灾难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并没有因为暴风雪 而暂时放缓进度 相反 在获得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后 他们将华工分为三个半次 工程24小时不停运转 1865年年末 仿佛是要惩罚这些 敢预想大自然挑战的人们 内华大山脉的暴雪 几乎不间断地肆虐着 在萨克列门托总部坐镇的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董事长斯坦福 不能理解为什么 驻炉进度如此直满 当他在随从的护卫巷 勉强跋涉进山后 才意识到内华大山脉里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他后来回忆说 山中很多地区的积雪 超过了十米 每个夜晚平均落雪 都会有一至两米深 其中最难忘的一夜 落雪达到2.8米 清除积雪 成了劳工们 永远无法完成的一件工作 我甚至感觉到 这条向东延伸的铁路 永远也跨不过内华大山脉了 为了清除没完没了的积雪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美国东部 调来了多部清雪机车 但是问题又来了 如果铁路是在山脊上 积雪可以随即被推到山下 假如铁路在山坳 积雪还需要装车运走 于是1865年以后的几个冬天 内华大山脉西路小镇的居民们 每天都能看到 满载着白雪的火车 从山中开出 然后将成敦的积雪 倾倒在萨克列门托附近的河流中 1866年春天 也就是大批化工 专程从中国赶到太平洋铁路工地的一年后 工程推进到了多纳湖附近 刚刚化绿的灌木和萌生的荒草 已经将之前移民们踏出的小路掩盖了 当劳工们跋涉到多纳湖边的山林上 尽管他们已经历了许多座高山峡谷 但这里险峻的地势仍然令许多人倒些冷气 拖着资重的罗马纷纷止步 不敢前行 人们用黑布将罗马的眼睛蒙住 才勉强能将他们拉动 在一年之前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勘探队 已经在多纳湖边作业 为了赶在雪鸡到来前抢出工期 在几个需要打通隧道的山体前 铁路公司进行了这样的部署 划工被分成两队 在主隧道的两端相向爆破推进 施工开始后 人们发现这里的花岗岩山体极为坚硬 往往一次爆破 只能炸掉几公分后的岩体 于是公司决定 在山体的顶部打一条垂直的竖井 竖井打到隧道的深度后 再由两队划工从内部反向推进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 与乡下的两队划工会合 为了解决黑火药爆炸效力不足的问题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欧洲引进了当时最新型的炸药 小酸甘油 小酸甘油是一种液体 1847年 在意大利的都陵大学被合成出来 它是人类在发现和使用黑色火药 上千年以后 第一次发现威力更为强大的爆炸物 1864年 瑞典著名科学家诺贝尔 在对硝酸甘油进行实验时 这种极不稳定的液体发生强烈爆炸 诺贝尔本人的弟弟和几位工人在爆炸中遇难 仅仅两年之后 为了构建几乎是无法打通的绝顶隧道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冒险从欧洲进好了三箱酵酸甘油 没有想到的是 其中的一箱刚刚运滴旧金山 便发生了强烈爆炸 一家货栈被炸得粉碎 15位工人被炸身亡 这一起爆炸震动了全加州 加州政府迅速通过法案 禁止在加州境内运输硝酸甘油 禁令并没有阻挡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使用新型炸药的决心 决策者们转而命令 在工地现场合成硝酸甘油 第一批硝酸甘油 在内华达山脉中 试制成功 并旋即被运送到了绝顶隧道 这种新型炸药的爆破效果非常理想 现场监工向铁路公司总部汇报说 相同质量的硝酸甘油 可以达到数倍黑火药的爆炸效果 工程的进度将大大加快 被称为四巨头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四大股东兴奋异常 下令用硝酸甘油全面替代黑火药 就在不久前 来自竞争对手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人员 拜访了他们 实际上 这对竞争者无时无刻 不再窥视彼此的进度 由于两家公司是相向修筑铁路 谁多修一英里 便多获得一份政府补贴和商业利益 绝顶隧道的开掘进度被大大加快了 随之而来的代价便是华工的鲜血和生命 由于现场配置的硝酸甘油极不稳定 加之华工们24小时分三个班次进行作业 伤亡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 为了不让公众感觉铁路建设的场面太过血腥 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 会被公司挡在工地数百米之外 然而骇人的爆破场面 还是让这些记者目瞪口呆 旧金山阿尔塔加州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 炸开的花岗岩碎石 一时间就像瀑布一样飞溅在我们面前 其中一块石头擦着我的耳朵呼啸而过 把随行的人都吓呆了 当时这位专栏作家处于爆炸现场两百米开外 他没有提及这次爆破是否伤及现场的花工 但从他描述的爆炸猛烈程度来看 这些花工恐怕是凶多吉少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记录不将 瞬间永恒 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尽管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竭力封锁劳工伤亡的消息 相关的新闻还是不断地出现在加州媒体的报道中 1866年4月24日 加州小镇澳本出版的先驱周报报道说 一场惨烈的爆炸夺走了六位劳工的生命 这六位劳工包括三位白人和三位华工 其中的白人工头菲利普黑根被炸成了碎片 铁路公司当年对豫南华工没有任何赔偿措施 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认真记录这些华工的姓名 他们的遗骨会被暂时掩埋在路边 带积累到一定数量再运回旧金山 由华人社团安排海运送回中国 也有一些华工的遗骨 会因之后的雪崩 塌方等原因被长期留在了内华达山脉之中 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 仍不断有华工的遗骨被人们发现 1866年 在大规模使用硝酸钢油几个月后 由爆破造成的伤亡 远远超出了铁路公司预期的底线 以至于公司不得不重新在加州招募和培训华工 以补充劳工大军的检员 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 公司终于下令禁用硝酸钢油 多纳湖边中年不化的积雪上 已经洒下了华工的鲜血 在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中期 一个普通铁路华工的月薪是三十美元 这些钱当时如果拿到香港 可以兑换大约一两黄金 看似收入很高 实际上却屡于遭盘剥 绝大多数华工最初是奢账 坐船来美国的 价格高昂的船票和利息 需要华工们从每月的工钱中 分期扣除归还 另外华工必须自己凑钱雇厨师 自己购买柴米油盐开火 更有甚者铁路公司规定 铁锹铁锤铅棍等注入工具 都要由华工自己掏钱购买 而这些工具在紧张的工作中 损耗很快 即便如此 华工们仍会从所剩无几的收入中 挤出一部分 每隔两三个月便寄回家乡 广东省的五亿华侨华人博物馆 陈列着许多巧批 巧批就是当年富有家书的汇款 而专门被递送桥匹 往返于华侨和家乡之间的人 被称为水客 后来有人专门在旧金山 设立了桥匹馆 办理华侨的家信和汇款 有赢必有幸 有幸就必有赢 心里面主要是报个平安 那我在家边很好 不用观念 再一个就是带回多少钱 这个钱怎么分 在心里面讲清楚了 第三个内容就是你们在家里 特别对气的来说 事后好公公婆婆 教养好孩子 也希望孩子们好好做人 好好学习 反正都是这些话 与那些从东南亚寄回家乡的桥匹相比 在美侨胞发挥的桥匹 总是要封厚好几倍 这也是桥乡人 把美国西部称作金山的原因之一 自1866年8月 内华达山脉落下第一场雪 到又一个春天来临 在长达半年多的冬天里 根据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程师 约翰奇利斯的记录 内华达山脉 共落下了44场雪 有时一场暴风雪 会持续四五天 单场落雪 常常会超过两米厚 华公们疲于清除积雪 而往往清雪的速度 赶不上落雪的速度 为了不让积雪阻碍工期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痛下决心 在山脉中的铁道上 修出巨大的木制雪棚 在加州铁路博物馆的全景画面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座现实大小的雪棚模型 由于这些雪棚必须允许火车从中穿行 而当时的蒸汽机车 都有着高大的烟囱 因此雪棚的高度也都超过了四米 好在内华达山脉中 有着无边的原始森林 木料取之不尽 一时间 劳工打军的主要工作 便是搭建雪棚 雪棚搭好了 有时这样的雪棚会绵延几公里 然而华工们的木屋 并没有被安置在雪棚之下 1866年年末的一个黎明 在暴风雪中 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 淹没了绝顶隧道旁的一座劳工木屋 当时十六位华工 正在这座木屋里休息 中午时分 暴风雪减弱了 灾情被路过的劳工发现 于是 监工联盟组织大家挖掘 傍晚六点钟左右 精疲力尽的救援者 挖开了木屋上 五米多深的积雪 将里面的人抬了出来 此时 已有三位华工 因窒息而遇难 其余十三位华工 不久后苏醒过来 他们在黑暗中 煎熬了十四个小时 这十三位幸存的华工是幸运的 当代美国华人学者赵耀桂先生 在他的太平洋铁路的无名建设者一书中 做了如下不完全的统计 在1866年至1867年的 那个严苦而漫长的冬天 多纳湖边的绝顶隧道周围 总共发生了不下十次雪崩 吞噬了至少一百二十位华工的生命 大部分华工的遗体 在春天兵戎学化之后才被发现 他们中的许多人 仍然紧握着手中的铁锹或是铁钩 与此同时 有至少相同数量的华工 在这个冬天被冻死 或者死于爆破和各种工程事故之中 1867年8月 经过近两年的奋战 数千华工用最简陋的工具 和近代史上最不稳定的炸药 最终打通了绝顶隧道 绝顶隧道由多段隧道构成 全长499米 1868年6月18日 第一列旅客列车缓缓开过绝顶隧道 此后直到1993年 绝顶隧道被废弃 已有无数列车 往返于内华达山脉东西两侧 当驶过绝顶隧道时 列车都会放慢速度 并拉向汽笛 仿佛是在向现身于这里的建设者致敬 上个世纪 绝顶隧道的木制雪棚逐渐腐朽 甲州的铁路公司于是建造了永久性的水泥雪棚 今天这里的铁轨已经拆除 而雪棚依然助力 每天都会有人来到这处太平洋铁路的重要遗迹参观 从1865年我们的华工经路到1869年通车 在前后五年的期间里面 死了多少华工 没有统计 没有统计 也没人做统计 他公司他 那个年代里面 他不把这个放在心里面 他绝对不会死 死一个华工就死了 他不会去给你登记 不会给你登记 那主要还是靠我们华工 相互之间 跟我们的桥社 或者跟我们自己的组织公司 给他们报一下 谁不在了 统计一下 这究竟死了多少 没有统计 所以现在一般就说 每一条枕墓底下 都躺着一面 这个我们的华工 今天 在绝顶隧道的七号隧道 与八号隧道之间 有一段保存完好的路基 这段路基填平了一段山谷 是华工们当年 用隧道中开出的 花岗岩累成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 为纪念开造绝顶隧道的华工 当地人将这段 倒三角形的路基 称作中国墙 时光已流逝了近一个半世纪 我们发现 路基下的一块块花岗岩 依然 静静地折射着森林和群山 仿佛在向过往的人们 讲述着那段 难忘的历史 为抗疫歧视性待遇 一万多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 毅然罢工 老资双方僵持不下 铁路公司使出杀手键 铁路大军推进了牛他州 天怀疫情突然蔓延 燃兵划工 生死难料 请收看下期播出的五级纪录片 金色斗钉第四集 艰难的抗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